他忙吗 我可以跟他 谁都问一遍就不问我 我可以和他拍照吗 然后走到门口 他忙 高 高 高汗 高 算了吧 那天有个人来吃饭 我走进来扫了一遍 整个糖里面有谁吗 他跟同事们说高汗冷暴力 What up guys Welcome to Magpie 今天刚好接着这个机会 要备一点冰激凌了 因为我厨房里边的这些初老爷们 发自于每一颗细胞都很抗拒 被甜点 特别是冰激凌 就引起我在想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那么简单的东西 会有那么大的反感 可抗拒呢 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猜 我没有和他们解释明白 所以刚好要和他们解释 也和你们解释一遍吧 冰激凌如何做 用什么方式去做 冰激凌与冰激凌这些区别 它们区别到底在哪 用的材料 不同的温度 我们会用稳定剂 抑制剂 各种风味料 调味料 反正花里胡说的干货很多 所以我们先说冰激凌的不同定义吧 你说雪糕 冰激凌 这些东西 它们区别在于哪 首先 雪糕这个单词 很难去有一个具体的定义 但是我尝试一下吧 在冰激凌这个领域当中 严格意义上来讲 咱们吃的说的是冰激凌 不是什么冰棍 这些东西 你说冰激凌 一个是约西牛奶冰激凌 一个是冷冻卡士达 或者是法式冰激凌 它们之间区别在于哪 约西冰激凌 无非就是牛奶和调味料 就那么简单 它就是一个冻成膏的奶 懂了吗 法式冰激凌 就是有鸡蛋蛋白 不是蛋清啊 老陈 就是鸡蛋里边的蛋白质 所以包括了蛋黄 做了个卡士达 一个很松很松的卡士达 或者是英国奶 英式奶 Gramon Glaze 对不对 然后做了一些调味 然后再去打的 还有第三种就是雪糕 雪糕通常是果底的 茶底的 反正总而言之 它是没有奶的冰激凌 这些东西 普遍来讲都是水果味的 茶味的 因为普遍来讲 酸口的东西里面 不适合放太多奶 因为乳蛋白烙蛋白 会在高酸度环境之下 Shit 变成奶烙了 其实配方重要在于 比例和我待会会交代 给你的稳定剂上 懂了吗 有了比例的知识 加上稳定剂的配方 你可以打遍雪糕天下 你爱做什么果味的 做什么果味 你就广用糖和白水 都可以做出来一个雪糕 先从卡士达说起 一个卡士达 我不接受任何反驳 是任意用鸡蛋白固定或凝固的液体 在这个前提之下 鸡蛋羹也是个卡士达 芝士蛋糕也是一个卡士达 懂了吗 也是啦 对 它就是外面包了个酥皮的卡士达 它们只是叫不同的名字 但是它们的定义是一个卡士达 所以我们今天会做一个松一点的卡士达 接近于一个 Cremal Glyphs 你看在这个配方里面 250克的白砂糖 已经劝退了一部分人了 600克的牛奶 200克的大奶油 已经劝退了另外一部分人了 然后200克的蛋黄 这个是基础 里面盐你爱放不放 香草你爱放不放 奶粉你爱放不放 我会放50克 奶粉别忘了 吃在这个奶和奶油大的当中 补充一点牛奶蛋白质 牛奶蛋白质也是一个抑制剂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在我们的雪糕底当中 所有不是水的任何物质 都是抑制剂 抑制的就是里面的冰沙 一个东西在冷冻的过程当中 这个流体里面的水分会结晶 这个冰沙子觉得越大 你的口感就是越接近于冰块 或冰沙 你在这个流体里面 放了抑制剂的话 也就意味着 它干涉到了这个水晶状的大小 所以导致你冻出来这个冰沙子 长得不像刺刀了 像一粒一粒了 等会什么 一粒一粒在你舌台上 就得是感受到了丝滑的口感 加热这个鸡蛋 会有很多种方式 你可以用我们的低温料理机 你可以用锅 你可以隔水煮 看你了 你喜欢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 我需要交代给你最简单的概念是 这些视频是为了给你提供灵活度 不是规章制度 懂了吗 你可以用任意一个你喜欢的加温方式 只要你掌握得了 锅也好 低温料理机也好 蒸炉也好 爱干啥干啥 你的热水壶够精准的话 你也可以用热水壶 I don't give a f Just get it hot 65-71 酷 你越喜欢鸡蛋味 你越往上飘 你越讨厌鸡蛋味 你就温度拉低一点 但千万不要低于61 我喜欢65-68的区间 刚好去中 有一点点鸡蛋味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就没有那么突出 低温料理机绝对稳定 你用Vemory的话 有可能会烫手 但是较稳定 你直接在锅里边的话 是最不稳定的 需要盯着 但是最快 煮到你喜欢的目标温度之后 直接扎冰冷却 冷却完了之后 就可以往里面放你喜欢的调味料 普遍来讲 我建议你的这个冰激凌底里边 放一些各种杂七杂八的风味组合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圣诞节味的 我们会往里面放蔓越莓 放一点白兰蒂 丁香肉豆蔻 你要是想做一个鸳鸯风味的 那你就放咖啡粉和茶粉 我们这边已经准备了两个底子 待会要露到一块的 这个就鸳鸯什么 港式茶餐厅风味冰激凌 自己胡编乱造吧 总而言之就是 要是做超过一个风味料的话 我建议你用鸡蛋底 因为它里面的脂肪含量糖 还能撑得住 那么多不同性格很鲜明的食材 如果我有什么风味料加的话 有什么是你不建议的 不建议水汪汪的 假设你要往里倒一个鸡高汤 或者是一杯铁关银茶的话 就破坏我们的比例了 对能干吧就干吧 千万不要放任何带有太多水分的东西 你要往里拌水果的话 你动完了之后就是 冰激凌当中有一颗一颗子弹 冰砖 要是你需要一个单一风味突出的话 我建议你用我们第二个冰激凌 第二个理论上来说 就是一个约西牛奶冰激凌 但是约西牛奶冰激凌的一个极大弊端 就是它化得很快 上勺子就变成水了 因为它毕竟就是牛奶和淡奶油嘛 对不对 抑制剂 它不仅是放慢了它的冰 也放慢了它化 你可以理解为是 所有抑制剂也是一个隔温层 所以在我们第二个里面呢 我们放了很多胶体 555克的牛奶 150克的淡奶油 目前为止没有什么问题 175克的白哈糖 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45克的奶粉 开始有点不舒服了 0.4克的黄原胶 一部分人没了 0.4克的卡拉椒 另外一部分人没了 0.1克的刺豆胶 马上有弹幕开码 我哪里有那么准的冲啊 高哈你好过分 你看我猜准不准 卡拉椒 刺豆胶 和黄原胶 可以理解为是 这个三个胶体 按照我的比例呢 我是尽可能让它去模仿 鸡蛋白的作用 但是它没有鸡蛋的任何味道 理论上就是个水胶体了 它无像鸡蛋白会干涉到 或影响到很多很细腻 很细节的风味化合物 所以这个里边 通常我会选择 用它去做香草冰淇淋 或者是巧克力的冰淇淋 用可可粉直接倒进去 假设我要做一个 奶茶味的冰淇淋 我会用这个 而不是用那个鸡蛋的 鸡蛋的我会用来做鸳鸯 因为又有茶又有咖啡 然后还有因为高振泉 他买了一包抹茶粉 然后求天求地 要为了做个抹茶味的冰淇淋 这个放在鸡蛋壶里面的话 会有鸡蛋味和抹茶味 是不是有点恶心 但是这就是很清透的奶味 和抹茶粉 所以就等于是 从头到尾都是抹茶的性格 这第三个 我里面放了薄荷精油 然后我到时候的冷却的过程当中 会往里面滚一点巧克力豆 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美式冰淇淋吧 就是peppermint chip 芽芽巧克力味 不多费 往前开始搅打 酷 这是个冰淇淋机 这是个厨师机 小冰淇淋有很多方式 但是你真正喜欢做的话 我建议你投资一个冰淇淋机 我自己家里是不会出现这个东西的 因为我不是经常做 我想做的话 我就会用我的厨师机和干冰去搅打 就像我们那期视频 你搅带过了 但是你可以在很多很多 网络平台上面 搜到很便宜的 半家用冰淇淋机 这一台是我记得1100 这对餐厅来说 是个很合理的投资 要是你想经常做的话 你也可以玩嘛 对不对 买咯 要是对你来说 美食是一个兴趣爱好的话 你这个钱花哪不是花 一顿酒一顿饭的钱 就无限的冰淇淋了 对不对 这边我会先选择 把我的薄荷油冰淇淋底 直接倒到机器里边 要是你打算买冰淇淋机的话 千万千万不要给买 我建议你给三分之二买 原因是什么呢 在冰淇淋结构当中 还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环节是什么 空气 Exactly 你其实在吃一个冷冻慕斯 空气也是它口感的一部分 要是空气不够的话 也就意味着你这个冰淇淋 不会那么的丝滑 不会那么的绵密 所以说完了那么多配方之后 我需要和你们再一次强调 我在这个里面放了那么多胶体 是因为我不想放那么多糖 所以即使我的糖也是一个抑制器 我的牛奶蛋白也是抑制器 但是我不喜欢那么甜 我是不是可以用胶体 去代替糖和鸡蛋白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配方的糖那么少 胶体那么多 我这个蛋黄配方里面没有放任何胶体 但是有鸡蛋白 有乳蛋白和有白砂糖 但是可惜因为我需要它有丝滑的口感 我省不掉那些蛋黄 也省不掉那些糖 灵活配比 普遍来讲一个非常丝滑的冰淇淋 通常都会有20%至30%的糖含量 你要往下拉的话 就只能往里打更多空气 或者是放更多稳定性和胶体和抑制器 所以我们的配方完全是这个框框 我建议你们换算下来百分比 然后你们可以去慢慢调整这些百分比 看你喜欢不喜欢 普遍来讲我们的冰淇淋片方 都在20-30糖含量左右 冰淇淋鸡版本我们就先让它转着 这个我们就做个厨师机干冰版本 回忆一下 所以我们这边是我们咖啡底的 就得是直接在你还热乎的户里面 放一点咖啡粉 速溶的也行 或者是你要是有这个闲功夫的话 你可以抹一点咖啡粉出来 完全看你 然后这个是我们放了很廉价劣质茶餐厅茶 你把他们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的鸳鸯啊 对于往就是把它炸给滤掉 对的 这个最有密切的地方 就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Exactly 是这样子的 配方这个东西啊 你很多人会把它当天书来看 但是其实它无非就是个可参考的一个对比 就好比人与人之间一样嘛 对不对 没有个绝对成功和绝对失败 就看别人是怎么做 你是怎么做 如果你有个参考 你就知道你喜欢和不喜欢什么吧 别忘了验证是最重要的 因为说不定你学了一个所谓正确的配方 但是我不喜欢你 不白学了吗 那你可能纠结嘻嘻哈哈的干嘛 闲得没事干呢 自己花钱买食材还能不能听别人教训你 Anyway Hello my old friend 还是他 嗯嗯 不懂了这边这 在这个时候啊 很多嘴比较多的观众啊 肯定在问高哈 你这么搅和冰激凌机有什么区别 还要买干冰 我都是智冷咩 你写试一下啊 干冰的温度低 我们要的目的是冰渣的小 它在降温的过程越来越短 冰渣也细腻 因为它本身智冷的时间就不够长 它是零下好几十的温度 它最多就是零下十几二十几 它就是个压缩机 它无非就是一个小智冷机 通过这个方式 我们能确保在一个很短时间内 让一个东西迅速降温 我通常想到为什么有些食材可以动得很好 就是因为速冻 Exactly 速冻就是个大冷冻冰箱 然后一个马力很大很大的压缩机 然后可以迅速从室温干到零下五六七十 像那些医用的呀或者大货舱里边的 所以速冻的食材为什么比普通冷冻食材优质呢 就是因为冰渣的小破坏的细胞也少出的水也少 所以海鲜的挑选贝类我建议你买鲜活的 甲壳类我建议你买冷冻的 当然前提是包装上必须得有IQF三个英文字母 单独快速冷冻 就是有时候你遇到冷冻水果吧 或者是冷冻肉它长得像个砖头一样 那个就是普通冷冻 有的时候是粒粒分明的冷冻 倒出来像一颗一颗小子弹一样的 那是IQF 说白了有很大一部分食材 比新鲜的还新鲜 因为你别忘了假设你要是想买水果的话 但是这个水果是用于做个果酱 或者是个雪巴 那我当然建议你买冷冻水果 它是在英季的时候采的最优质的水果冷冻 可你现在市场上买的是完全两码事 而且冷冻水果普遍来讲有绝对稳定性 小时候到现在都有很多人说 因为这个冷冻的不要吃了 我们的小时候不是不尊重长辈 我们的小时候有一系列的谎言 都是一代一代传承向来被灌诉给我们 即使我们现在在成长过程当中学习了单独思考和分析能力 为何不去用呢 你自己去品 你觉得所有冷冻水果都是不好的吗 那你自己去想吧 新鲜水果吃过难吃的吗 吃过好吃的冷冻水果吗 那还有什么好琢磨的 Anyways 直接下干冰 下干冰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下子吓太狠 因为这个里面胶体那么多 它会发的很大 所以干冰要给的很慎重 要不然会发出来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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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w we're good ok we're good 在边缘上 你给点下 它差不多不骂人了 不吐气了 在家 你为什么刚刚要把那干冰打一下 大的干冰会在碗里面飘来飘去 敲来敲去 它就感觉泄温度会泄得很慢 打成粉的话效率会高一些 就是能量交换 There we go 在这个时候它已经从液体变成一个差不多高体了 你就可以干冰给的快一点了 用厨师机还有个好处 你可以灵活掌握速度 这样子比如说它冷冻温度到了 但是它不够发 你可以继续耗一下子耗一下子耗一下子耗的更发 也是一个很好的省钱控制成本的方式 也是一个很好的控制口感的方式 在这个时候温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具 对我来说一个稳定的出碗温度应该是零下12度 最后几度是最艰难的 它的阻力会越来越感觉到大 对 but it's fucking delicious 好嘞 到了 All right 我建议你要是有多余的干冰的话 在盆底下给一点 智冷一下 这样在盆里边它就不会化 来 老陈 好 哇 好鸳鸯啊 是吧 你看经典口感镜头 All right 是不是很舒服 卖冰淇淋的电脑 他们卖的很贵的那种 设备都是很能速冻的 对啊 冰淇淋机的所谓稳定性和速度 是它们两个的重要卖点的 就比如说我能在多长时间内打出来多少冰淇淋高软高 好了 放点东西去吹一会儿吧 There we go 这个下面硬的我帮你挖出来呗 这个就是刚才打的时候干冰我给太狠了 然后干冰见底了 就得焊到碗上了 你可以拿火枪给它解放解放 There we go 下个是我们的雪霸了 我们今天雪霸配方其实是在概念上最简单的 它只不过是操作起来 有点小小吗 它是完全没有牛奶的加入的 对 所以这个雪霸里边目前为止 就是一些冷冻水果打成糊糊 这里面糖 我用了两公斤的水果 我就放了500克的糖 一斤糖就25% 然后我给了我的稳定剂 我这个稳定剂就是三种粉混在一起摇一摇就可以用了 只要你需要用的时候就垮一点出来 我给我这个稳定剂的比例通常是千分之三至五 这个三至五取决于什么呢 我用的水果本质上胶体含量高不高 比如说我在做一个苹果雪霸 苹果本质上就有很多果胶 我用千分之三 蓝莓它果胶含量没有那么的高 我会用千分之四左右 这种莓果类的话都会在千分之三至四之间 今天我们用了千分之三点五 利用你的稳定剂做一个水果流体胶 这一次我是在冷冻的过程当中 把它卸出来的水用来稀释我的粉状的胶体 然后在一个锅当中单独把它给煮沸 让它吸到水了之后再倒回我的解冻水果里边 用一个手指搅拌机可以匀制一下 它丝滑了之后把颗粒过滤出来 你爱过滤不过滤这完全取决于你 看你喜欢的口感了 我个人吃雪霸我不喜欢颗粒 吃果酱我喜欢 在这个里面我也放了一点酒精 这个酒精为什么要放呢 原因很简单 酒精也是一个抑制剂 因为你别忘了 酒精的冷冻温度在零下好几十好几十好几十 所以酒精它是个很好的机会 不仅它可以是一个新的抑制剂 一个很伟大高效的抑制剂 它同时也可以介绍一点风味 别忘了we have gram de cassis gram de cacao 我们有很多果味的利口酒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前景之下 比如说我们用的是莓果嘛 我们可以放一点雪莉 波特 对不对 高酒精含量的类似于葡萄酒的东西 不仅它是个风味料 它也是个抑制剂 而且同时酒精会导致风味化合物突出的更明显 懂了吗 所以等于是三营 但我发现你那个糖为什么不一起放在这个莓果里 这 very very good question 我单独撇了一部分出来 是因为我全部放在冷的水果里面的话 它化得很辛苦 但是要是我全部放在汁里面的话呀 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胶体吸收水分 水密度太高了 别忘了糖是最清水的 你可以理解为胶体倒了水里面 我可以喝一口吗 看我滚 喝不到 没了 可以放点压力 exactly that's f***ing beautiful 来 老陈过来闻一闻的酒精味 是不是在这个温度你都能闻到一些气泡和酒精味 是吧 嗯 水果味就很明显了 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呀 对呀 就是果农加糖 嗯 是啊 随便一个冷冻水果 然后你这么去想吧 我的稳定剂你各买一包 你调完了之后你就放在你的某一个死角 对不对 想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去某团上面去买一个冷冻水果 对不对 按着比例给糖 给一点点球给点稳定剂 你煮一煮煮完了之后冷却 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呀 这个水果不太甜不太优质也无所谓 因为你要往里放糖 它要是不够酸的话你还要往里放酸 那你还不如买很酸的呢 说不定你还能买到便宜的 因为很多人把糖和甜分直接跟优质联系在一起了 在水果这方面上不见得 很多水果有很明显的水果香气 它只不过是欠点糖糖是可以补的 是 懂什么意思吗 你买到不甜的水果 你放点白亚糖都无所谓 那它得有那个水果的香气 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很多很不喜欢吃糖的人 很喜欢吃西瓜 他们不是不喜欢吃白亚糖 他们是不想承认他们喜欢糖 他们不想看到那个糖 not everything natural is good not everything good is natural 很多人就觉得糖 哦 白亚糖 金黄菇的 not good for me 水果糖其实更严重 水果糖是单糖 它吸收的更快 白白的也更快 一烧就没了 而且很容易吃多 很多人觉得甜可以白甜 水果的甜就是白甜 和我没关系 水果就长这个模样的 我吃了那是水果的甜的 那和我热量没关系 那是水果的甜 它毕竟是个水果呀 对啊 觉得甜可以白甜 对不可能是因为它不健康 就是因为它是水果嘛 它就一个很好的水果呀 Generally speaking if you give people an opportunity to be stupid they will choose it 9 times out of 10 beautiful 是不是很帅 嗯 所以一点冰晶的感觉都不良 Exactly 而且我们买的是非常劣质的酸的莓果 所以一点苹果酸都不用补 你就补糖就行啦 就很精衡啦 Alright cool 来 送冷冻里面吹一会儿 冰淇淋最好是密封盒子包一包 我现在只不过是让它吹 吹硬了之后 我会再倒到另外一个盆里面周转一下 然后再去冷冻 Awesome 你看我们在搅完两缸冰淇淋了之后 这个还没有好呢 肉眼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冰扎的很粗 一点都不细 一点都不丝滑 因为这个整个冷冻过程很慢 虽然通过这个方式 也能达到零下10至12 但是它的整个流传的下温的这个趋势 非常非常慢 也就意味着 有足够的时间让里面的冰筋 形成一个很大 很似舌头的这个口感 在家里的话 我建议用干冰和料理机 要是你有长期做冰淇淋的需求的话 就做个冰淇淋机 开一个列自冰淇淋店就可以搞了 不用 你要开冰淇淋店的话 你就可以买几个厨师机和机桶干冰 你就把这成本滚到冰淇淋里边 因为你想一个非常牛逼的大产量冰淇淋机 上6位数进口的 国产的话就是5位数中旬 5、6、7、8万都有 你能做出来的冰淇淋 你要卖多少份才能平摊掉这个成本 你买个厨师机 你买个便宜一点的 几百来块钱就可以下了来 你买一排 一排10个 每一个风味买一台 买完了之后 然后你一斤干冰才10来块钱左右 对不对 一斤干冰一份 你平摊掉嘛 你这钱要赚到什么时候你才赚回来 这个机器 然后你还可以把你的开放式厨房 放一块玻璃 哇里边有20个厨师机的 搁这给我努力办公上班 然后我现在肯定了 网上肯定有什么智能厨师机 你就一个手机和他们开会 就和你的一排智能厨师机开会 赶紧你打你打你打 然后三分钟之后会合 合机生活 there we go 薄荷和巧克力豆 这是个最经典组合了 mint chip 所以通常我会想到在这个时候 放我的added 就是我的加量 要是你它流体的时候放的话 马上就直接沉下去了 所以你说它有一点点质地 一半的均匀 到了这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刚才进去的一半多一点点 现在已经满钢了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晚上 要科普的最后一个点子了 冰淇淋里面的气体叫overrun 这是在商用美食界里 极少数的容量单位之一 量的方式很简单 就比如说我进去是一升的户 我出来是两升的冰淇淋 就意味着我有100%的overrun 就可以理解为是 你花了比如说一块钱去买这一块冰淇淋 它其中五毛是空气 这也是劣质廉价冰淇淋 和非常贵的冰淇淋的一个区别 厂家没有往里面摊太多氧气 当然话反过来说 这不是好和坏的代表 完全取决于你喜欢什么口感 比如说我 我要吃一个软糕冰淇淋 没有什么压力的 我会选择任一个路边摊 软糕冰淇淋打出来的慕斯 它100%多都是气体 但是我喜欢那个口感 劣质只是意味着它的成本低 对 廉价嘛 但是这不是好和坏的代表 完全取决于你 so 再复习一遍 overrun就是气体 你进去多少 出来多少 它里面的比例就是百分之比 比如说我进去一升出来两升 就是100%的overrun 这个将来由你自己来调整 这个只能取决于你脚打的时间和速度 酷 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听它开始变身了 也就意味着 我可以往里边放巧克力豆了 你看它已经有点干不动了 听到这声音了没有 哇 它很磁力啊 嗯 它罢工啊 也就是我会出碗的温度了 酷 我们差不多结束了 我这么给你看吧 我们信不信有你们了 我们餐厅里边常年会背出来 三个配方 一点点时间 all the ice cream you could ever wish for 不做废话了 结束吧我们 给买 there we go 想吃哪个 牙膏味 牙膏味的吗 哇 看出来了 来 Thanks for watching guys We'll talk soon Check it 那天有个人来吃饭 我走进来 因为我那个忙嘛 然后我就等于是 我扫了 我就用 扫了一遍 整个糖里面有谁嘛 对不对 看到他 我也没有多看他一眼的意思 那我就看到他了 然后走进厨房了 二话没说 因为陌生人了 我又不认识 然后话说我走的时候 他跟同事们说 我要提意见 高喊冷暴力我 撇了我一眼 然后没理我 就没跟我说话 我是蹦着他来的 他怎么可以不跟我说话呢 而且没有特意给我请 特意给我一个服务员来接待我 你们这服务差 说一句实话呀 你们看视频就得了 千万别来吃饭了 累死我 不再关键是你来都来 你就堵在桌子上 也不跟我打招呼的 他忙吗 我可以跟他 我可以跟他 谁都问一遍 就不问我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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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和他拍照吗 他们能帮到你吗 你不问我 你问他们好使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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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 我 我没事算 算了吧 然后走到门口 他 他们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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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算了吧